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动态热天网处理这部分的内容 那这部分内容呢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非常easy的去处理通过GS生成的数据 但是呢 它的效率往往不是特别高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们通过后面来学习就能够发现 那么在这部分内容里面呢 我们要一共学习下面三点内容 第一点呢 是我们要了解一下动态热天网技术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会去学习一下三个列文和方向GS 这是这一天的重点 然后之后呢 我们会了解一下TensorRacks相关的使用 那么在讲动态TMR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也讲过 到目前为止 大家能够爬我们常见的百分之六七十的七八十的网站都可以爬了 那就是说呢 大家如果尝试协议爬虫 就有这样一些建议 首先尽量检查潜入次数 为什么要尽量检查潜入次数 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 当我们请求的越多 越有更大的可能性 会被对方识别为爬虫 对不对 而且我们爬虫的效率可能就越低了 对吧 第一点 抓取列表页 就不抓详情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数据就在列表上就有 我们就没有必要进去详情页 这个这一点呢 昨天时候我们是不是讲过呀 否则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重新的 多发送几十倍的请求 第二点 保存 获取到TML页面 供查错和重复请求实用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爬到数据 这个 您导致想要看一下 我们爬到数据到底是不是对的 有没有可能我们爬到数据是错的 对吧 爬到人家里就是流头不对马子的这种数据 对吧 怎么判断呢 这个时候可能想 那我们去网页上找一找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但是像百度贴吧这种 其实大家知道 很多网站它内容实在一直更新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爬的内容 我们过一会儿再去看的时候 可能本来就会变 所以肯定是 不能根据阴门内容去 判断我们是否 抓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我们抓到的数据呢 保存在我们本地 然后供之后 查错去使用 对吧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 还可以重复请求使用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比如说我们写个爬虫 跑了半个月 突然中间有一天呢 报错了 对吧 报错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应该 把bug改良 让程序重新再跑一遍吗 是不是效率非常低啊 它会重新采取 再去发送信息 和之前发过了一模样的请求 是没有必要的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假设我们之前已经把数据 全部存到了 iHM1页面里面 把iHM1页面呢 也保存在到数据库里面 那我们只需要从数据库里面 读一下这些iHM1页面 从中提取一下数据就完事了 对不对 就没有必要重新发动请求了 那当然在这里 大家也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一个iHM1页面呢 它是非常大的 一个iHM1页面呢 正常情况下 可能有个二三十K 那一般中等的话呢 就是四五十K 那稍微大一些 那就更大了 一个页面四五十K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程序一直跑 它到时候肯定会抓 几十万 几百万个U2地址 肯定会抓到 对不对 几十万乘以几百万 再乘以四五十K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多大的一个量 是吧 如果我们把它存到税库里面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税库 可能随时都会爆料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至于要不要存 我们得跟领导沟通一下 对吧 这是尽量解决请求四处这一块 然后呢 关注所有类型的网站 我们之前在写百度贴吧 那个程序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如果说我们抓的是这样一个 急速版的页面 或者手机版的页面的时候呢 它其实往往是要比 电脑版的页面要更简单的 对吧 而且很多时候呢 这种手机版的页面呢 它可能会返回JSON 就像豆瓣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有惊喜的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当拿了一个扒充 我们应该最开始抓的是 它的手机版 或者急速版的页面 如果它有的话 那急速版的页面 百度贴吧有 其实好多页面它也有 比如说我们的感激 它其实就有的 大家看一下 感激的急速版的 就是这个样子 也是一样 内容非常非常干净 没有太多的 没有什么GS 压根就没有GS 没有CSS 就这个样子 那么百度呢 之前我们看过 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这是急速版的 那么之后呢 就是手机版的 手机版呢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 我们应该先去尝试一下 说不定它就返回JSON了 对不对 那对呢 还有APP APP这个呢 稍微放到后面一些去讲 然后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 关于伪装 伪装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防止对方 把我们使用一个扎层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经常常做的 可以怎么办呢 使用动态的user agent 如果说 我们使用一个user agent 能够让我们 程序的 模拟成为一个浏览器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在使用不同的user agent 就可以达到的效果就是 假装我们是 非常多个不同的浏览器 是不是这样一个效果 就达到了呀 那当然如果单纯呢 我们只使用user agent 我们发现 可能还是被对方使用一扎层之后呢 我们可以想办法 去把我们headers里面 更多的那些内容呢 都给它加上 可能这个效果更合适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使用 代理ip这个之前讲过 为什么要用 大家也非常清楚 对不对 那之后呢 还有不使用cookie 不使用cookie 真正的情况是那些 我们不需要cookie 就能pastor的页面 我们可以不使用cookie 那么其实呢 还有很多 一部分网站呢 他们偶尔也会用cookie 来碰到我们 世保有一个爬虫 那就是说呢 我们就需要 带上cookie 对吧 那带上cookie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 如果说对于那些 不需要登录的网站 我们直接把前面几次 能够使用成功的cookie呢 都保存到本地 那么后面 的时候 我们随机的从之前的cookie 随机取一个去用 就完事了 那么需要登录的呢 也是一样的 获取一些cookie 放到数据库里边 那么后面要用的时候 就去用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 用分布式多线程 这种技术 那么前面我们讲的多线程 后面我们会讲分布式 为什么要用它呢 也是为了在我们 尽可能 不被对方反爬的情况下 提高我们爬龙速度 能够抓到更多的数据 为什么我们不抓呢 对不对 能够效率更高 为什么不让它效率更高呢 对吧 所以这是这样几点 后续代表了一个简单的建议 当然大家 如果还没有开始写的话呢 平均是体会不到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动态硬件包技术 这一部分 动态硬件包技术的之前 我们不是要在这讲基础 我们只是给大家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都讲过 在前端的里面 对不对 比如GS呢 它是一个脚本语言 对吧 然后呢 它能够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收集用户的一些数据 然后呢 做一些表达的提交 或者页面的重力项 等等都是可以的 甚至是播放多媒体文件 对不对 播放这个视频 或者说一些网页游戏 对吧 其实在GS之前呢 很多时候呢 这些事情都是交给 Flash就做了 对不对 但是呢 Flash呢 它有一些 很严重的一些bug在里面 这些bug呢 可能是改不了的 然后经常会报 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它 它这个效率呢 不是特别高 对吧 所以说目前来说呢 很多公司呢 它已经开始放弃 对Flash的支持了 而转而使用GS 因为GS 因为Flash能做的事情呢 GS都能做 而且做到还要 比Flash要好 对不对 而且Flash还存在 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呢 肯定后续 Flash这种技术呢 会逐渐的淘汰 然后呢GS呢 也会占你 Flash的全部的市场 像是这个样子 那之前呢 通过Flash 做的那些游戏呢 说不定在后面 有一天呢 它都会变成 使用GS去做了 对吧 比如说之前的4399 那下面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小游戏 对吧 可能后续都会变成GS的样子 去写 那么JColin 它是封装一个GS 这样一个框架 对吧 由于GS 可能它是原生的 然后里面 有一些方法 用的不是特别习惯 特别舒服 那么JColin 它对你们 长的一些功能 做了一些封装 然后让我们用它 会更加方便一些 那么在GS里面 还有一个技术 叫阿达克斯 它能够实现 业面的局部刷新 对不对 在不重新请求 当前 或者整个优牙制的情况下 实现局部内容的 一个更新 或者改变 那这些技术呢 它都是对 搜索引擎不友好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些技术 它能够帮助我们 把数据呢 放到网页上面去 那这个时候就会意味着 当我们爬虫 或者当我们搜索引擎 去抓到对应的 这个网页的时候 抓不到任何的数据的 而抓到是一堆GS的代码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呢 这个搜索引擎 想要尝试 从中提取文字 想要做个分词 想要拿这些词语呢 和当前这个页面 建立一个所以 希望到时候 用户在搜索相关词语的时候 能搜到这个网站 那这个时候 往往是做不到的 因为如果它都使用GS来做的话 所以很多网站 它的门户网站呢 都会考虑去选择这种 静态来填满一门其数 对吧 那么可能在其中翻译的地方 用一下动态 填满一门其数 那么其他地方呢 都会使用这种静态的 对吧 那么对所有的疫情不友好 对我们爬虫也是一样 肯定也是不友好的 对我们聚焦爬虫 对吧 都是不友好的 但只不过什么呢 只不过我们聚焦爬虫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分析 因为我们面对的网站要少一些 我们可以从那些 网站中去寻找规律 去寻找的道理 包含数的那个URG是什么 是在哪个地方 然后我们把它找到 对应的呢 去发送个请求就完事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昨天说大家写的这样一个 变利变利弹幕的一个扒冲 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它的URG对象里面 是没有弹幕的 那肯定就在其他URG对象里面 是通过GS去发送了请求 对吧 完了我们去找到那个URG 找到那个URG就好了 对不对 这点大家有问题吗 应该是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没有太多问题 对吧 那么当然 大家下课休息十分钟